最近很紅的台劇《想見你》創下新的台灣歷史 不但登上Google熱搜的第二名 在中國影評樂評網也登上熱播電視劇的第一名 評分高達9.2分 完勝同一時間 完結的韓劇《愛》的迫降 其實《想見你》的成功絕非偶然 除了燒腦懸疑的劇情 演員精湛的演技之外 也在行銷策略上做出不少的新嘗試哦 那《想見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 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想見你》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美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2月17號 由唐子晴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想見你》登上熱搜 完勝韓劇《愛》的迫降 這出台劇開創了哪些新嘗試呢? 《想見你》雖然是一部講述男女主角相戀20年 以愛情為基底的作品 但題材卻是台灣罕見的懸疑穿越劇哦 第一件劇主作的新嘗試就是 將燒腦的劇情當作賣點 甚至還把時間穿越的解析圖放在維基百科上面 《想見你》講述在1998年到2019年這20年間 男女主角穿插多個時間線 穿越相愛的故事 裡面還包含數個疑點重重的謀殺或攻擊事件 劇情相當環環相扣 無限的回籤 相當燒腦 讓觀眾搞得補薩薩 而 穿越懸疑無庸置於是本劇最大賣點之一 所以在看《想見你》的臉書官方粉絲團上面 除了有配套的各種花絮、片花、演員直播等等的PO文之外 官方還特別製作了 三分鐘看懂《想見你》的時空縮豬人系列影片 大家可以去粉專看看哦 每隔好幾週當劇情又發展到令人家看不懂或是想不透的情況的時候 官方就會利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劇情配上時間、軸圖表 讓觀眾一起離清狀況也引起廣大的迴響跟互動 這也是一種變相的行銷啦 第二件嘗試 抓住觀眾不願結束的心 演員齊劇半夜YahooTV應候直播 相對於實體大活動或大規模性下的宣傳 《想見你》相當集中火力在線上的行銷 在中式首播的前後 經常會在Facebook或是IG跟觀眾直播互動 有趣的是這樣的方式延續在兩個星期前大結局當晚 他們跟YahooTV獨家合作 在大結局前跟大結局後各做一場直播 即便結局直播後已經將近半夜十二點了 但是這兩場直播累積觀看人數將近到七十萬人次 留言突破三萬折 透過這樣的方式滿足觀眾追劇完後還不滿足啊 還想討論不願結束的心情 拉下完美的帷幕 第三件事情 反擊盜版 導演特製一支正版Only的驚喜彩蛋 還記得去年我們與二的距離完結前五日 在中國發生盜版結局影片外洩的事件嗎? 讓公視、大幕影翼跟Cageplay聯合發布聲明 呼籲大家支持正版 而且會追溯盜版來源堅決提告 同樣的盜版風波一樣發生在想見你的身上 結局開播的前六天 在中國大陸的網站上面 有網友先釋出未播出的影片公開討論 想見你的製作團隊跟演員們即時反擊 除了呼籲觀眾不要觀看啊 支持正版、保護、創作者之外 在事發之後的十八個小時之內 立馬決定回饋支持正版的觀眾 決定再加拍一支驚喜結局的彩蛋 其實劇組早就已經查清九個月了 而且這一支彩蛋原先也不在計畫中 更重要的是他們其實跟正片的結局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短短不到五分鐘的影片 還是引發一陣轟動 第四件事情 擴大打擊面 播放平台越多越好 這段期間不難看出想見你的線下宣傳 遠遠不及同時熱播的國際喬牌社 或是去年的我們與二的距離 但想見你在播出平台上的選擇卻是百花齊放 盡可能透過不同的平台 觸及到最多的觀眾 不像與二 當時只能在公視或公視PLUS 或是CagePlay上觀看 這也是想見你選擇在中式首播 播放電視台還有衛視中文台 而且啊 光是OTT的平台 就有愛奇藝 Line TV KKTV MyVideo MOD等等 可說是不好不滿 播放平台極廣 在海外的部分 想見你也沒有放過 在中國就授權給兩家最大的OTT業者 愛奇藝跟騰訊 香港則是在MyTV Super上播放 透過這次在各種平台上大規模同步上映 就算廣告宣傳力度沒有特別突出 但是搭配各種線上行銷也成功吸引了熱烈的討論 以上就是不管在台灣本土或是在中國 都有紛紛引起高度討論的台劇 《想見你》所創下的四大新嘗試囉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不管是今天報導的《想見你》 或是之前紛紛入圍金鐘獎的《我們與惡的距離》 《俗女養成劑》 或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等 近兩年一步又一步的台劇在亞洲引發轟動 不俗套的劇情、精緻的拍攝 實力派的演員不管是在台灣本土 還是在中國都紛紛引起高度的討論 讓人直呼台劇復甦啦 在這裡就要問問大家 你最愛的台劇是什麼呢 或是哪一部台劇讓你最印象深刻呢 趕快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